然後他原價是四千多 然後凹累完之後兩千多 然後三件再打八折 剩一千多 然後我就覺得 好划算喔 然後我老公的臉就是這樣 就直接這樣斜眼看我 然後就這樣 對 他說隨便你 好啊 你買啊 就這樣 對 然後我就忍住眼淚 然後我到車上的時候 我就真的忍不住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了一句很重的話 什麼 我說 我說我自己也有在賺錢 我為什麼要為了這一千多塊 看你的臉色 一對情侶 一對夫妻 在一起越久製造的回憶越多 當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找了幾個樹洞 來到現場 你知道為什麼要跟樹洞講 因為樹洞就是不會再傳出去啦 它就卡在樹裡面啊 對 可是它沒有給到反饋 你不覺得很傷心嗎 有些秘密就是 就是你必須要得到反饋 就是你根本連朋友 家人 你都不想讓他們知道的 但是樹洞可以知道 因為你不覺得現在市面上 已經沒有一個真正的那種 像卡通的樹洞可以讓 我去河濱公園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 大安森林公園 沒有樹洞啊 對啊 沒有 沒有啊 現在根本找不到樹洞啊 可是你講真的啊 你不用講那個秘密出來 你人真正中有不可說的秘密吧 我覺得有耶 有 就是那種你知道 連蔡偉俊跟俊說都不能知道嗎 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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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說幹嘛 你都在哪 你都在哪 我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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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節省喔 這個就是要樹洞贏 好省喔 歡迎 夫妻之間我覺得是最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沒錯 歡迎雅蘭 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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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規 小規是純素人的老婆 但是很漂亮 很漂亮 你們也是第一次上節目吧 第二次 小規有來過 可是跟老公是第一次 我們一起 可是我覺得有這麼愛監控的老公 你應該有很多事不想讓他知道 我覺得我還好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兩個是屬於那種 無話不說的那種伴 每次叫別人說 我的老公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無話不談 我就想說 不可能講吧 一定有很多事情 一定有女人的秘密 對 因為我有時候跟他講 他會囉嗦 Tierre更煩 你不覺得嗎 更煩躁 我還要吃 憂鬱更能要 對 太陽跟月亮都 不是 月亮跟少生都在處女座 然後嫌我他太囉嗦了 那你是什麼星座 他處女座 那你們兩個不就是差不多 沒有啊 可是我們到了三十歲 過後就不在太陽了嘛 我比他好太多了啦 不是 你這麼在乎心座的人 可見你有多囉嗦啊 對 不是 你們果然是站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如果一個超級直男 像我老公如果還說 寶寶我現在上身 已經變成是什麼 射手了 我就想說 我的天啊 你去好好玩你的骰鐘吧 你給我講什麼 不是 這是因為他一直覺得 我很囉嗦 可是其實他自己囉嗦 他不支持 可是他真的很囉嗦 所有的我身邊的朋友 包括經紀人 都說他真的比較囉嗦 所以對他都說了 他還不承認 那是因為你難搞 所以他們要附和你 不是 我覺得 你 雅蘭的囉嗦 應該就只是那種 就是說你不要 反而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就很快就斷句 可是你會一直念... 很久 但是語氣可能是平平的 沒有... 他也會一直念啊 他譬如說他念我什麼呢 我想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對... 對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還有速動代表 等一下不能說的話 我們會請對方戴上耳機 加耳罩 我們就完全保留 就可以好好的對我們的塑造 預言 對 對 請訴一下 對啦 歡迎一下雨昕 嗨 Peggy還有芳婷 可是雨昕 你現在是雖然沒有 你有... 有男朋友 應該也有很多事不讓他知道吧 基本上我不太會騙他 因為其實我也不希望對方騙我 但是我唯一不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絕對不會去檢查他的手機 唉唷 這很正常 危險 我身邊很多女生通常就是說 男生的那個密碼 一定要設他的生日 對 然後就要直接 他隨時可以開 這個女生就是很討人厭 我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看著 對方的手機 基本上就是要分手了 我想的一樣 對 因為其實 沒有信任 大家也知道就是男生跟男生 他們的對話訊息 一定有很多是打嘴砲的 然後你說他們愛看美女的照片 女生也愛看帥哥的照片 而且女生一定會聊一下 另一半的一些 壞話 對 所以我覺得我是絕對 不會檢查另外一半的手機 而且憑什麼看別人的手機啊 對啊 你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人生 對啊 可是我身邊好多女生 都是這樣耶 不安全感 因為有一些女生就說 我交往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讓我看你的手機 而且他們很篤定喔 他就說 為什麼不能看 如果有什麼不能看的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跟你講 兄弟講的話 而且尤其你們女生 跟女生講的話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都覺得不舒服 你們講得比我們還髒 好 女生講得有時候很 我說真的 女生很愛聊說天啊 你怎麼說 這樣我不會耶 你人生就沒有聊過 這方面的事情 這種話 會不會有訊息的 小灰剛剛說真的 會 但是那個本人 你一定要聊得不好 那個 好坤的 妳有抱怨妳老公過吧 一定會啊 抱怨 妳知道我不會做他 妳知道他不會做他 這樣真的在這個地方上面嗎 什麼 他就這樣 好坤死了 證明了啦 沒有啦 可是譬如說 譬如說他最近很久沒碰我 什麼 這種一定會 我會 我會常抱 我用我說他太常碰我 我很棒 你坐好貓耶 過人設耶 不錯 所以他那一段應該就是 會很難聽吧 就是現在已經在看家家的 不是 因為我發現不只是 女生會要求男朋友 或者老公要知道 他們的那個手機有沒有 連小孩都會吃醋耶 會啊 因為有一天我女兒就說 媽媽 妳就是偏心 我說我從來不偏心 你們三個什麼事情 都是我在安排的 她說 妳就是比較愛姐姐 大姐 我說妳憑什麼這樣說 她說因為妳的手機 這樣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 對 對 密碼 她說妳有很多什麼 要輸入什麼密碼 但是都是姐姐知道 她說妳都是用姐姐的 我說 因為我就是記得比較清楚 然後我一講就這樣 就知道她密碼 就是說這就是偏心的一種 如果是我也會覺得 這樣有一點偏心 的確是啦 可是因為老大 妳本來就是比較印象深刻 我老三 我每次要幫她填一些 什麼報名表 然後輸入那個出生 西元紀念 我都要搜尋耶 我都要搜尋耶 換不算一次 零七百科 徐老三 不是 她會掉眼淚耶 因為老大 老二 就是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 就是很近嘛 可是老三是一格 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才突然出現的 已經久到 我都不知道 那是到底是幾年了 妳隨便考我們家 任何一個人生日 身分證字號什麼 我全部都會 妳老婆身分證字號 A 後面不講 有喔 我都知道 她上身星座 上身啊 處女啊 月亮 處女啊 水瓶 不是 水瓶 還有什麼 太陽 對 太陽是天蠍啊 你真的很娘娘腔耶 不是 妳看她最後 我以為妳要說我很棒 寥若執掌 好恐怖喔 這樣子妳最喜歡嗎 她壓力很大 很大 對啊 你該不會連她的邪號 都知道吧 邪號如果是以那個 二十幾的 因為她你們有分二一幾 或是各位是不是 對 她的邪號大概是 二十六 二十六 我跟妳講不對 不可能 她應該二三 二三啦 厲害 二十三 對啊 還好妳不知道 不然我真的會對妳 大扣分 真的 那妳有換到男生了 因為我還說 妳知道妳老婆的星座上身 跟什麼 大 太陽 我連我自己的邪號 我都不記得 我還說我老婆都還 我那個邪號是幾號 妳應該是九號吧 星座我知道 什麼 雙子 那妳自己 但那個什麼 其他什麼上身什麼的 那個我自己都不記得 妳老婆是民國 西元幾年出生 然後生日 一九八三 幾月幾號 二九八四 我還好 我還不知道 七十三 這個才是正常的 比較那個 很直的男生 直的男生 所以 Peggy 妳也是不是那種 會叮的 那個另一半 我不看 我人生只看過一次 而且是不小心 然後那一次就是直接是 抓到一些東西 出事了 出事的時候才看到 但是老公要給妳看的 對 我覺得 因為是我從來不看 也不會去問密碼 我就覺得 要看的那一天 已經是沒有信任 可是那天是因為 剛好要幫她查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說 幾號 她就可能也忘了 她就跟我講 我就打開就看到 這樣子 可是我從來不會去管 看到什麼 那個內容是 妳一看就知道 它有什麼了嗎 對 對 對話 它剛好留在 那個對話的空間 是說我們什麼時候 在親密的對話 像她妳就是之前認對 像她妳就是之前認對 譬如說像方婷 妳有沒有 其實妳默默做了什麼壞事 但是就是妳真的不能讓她知道 這種當然 當然是妳不會說 沒有啦 就是 我其實就滿大辣辣的個性 所以我如果要藏秘密 其實我也藏不住 可是妳如果 如果不小心 跟另外一個男生 有一點小曖昧 這怎麼講 就是像 就是妳已經有點喜歡 另外一個男生 這讓我想到 之前有一個男生 反正那是算我的朋友 就是一起潛水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男朋友 他就是比較會吃醋 然後我就想說 他就只是想說 約我去潛水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就沒有必要去交代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跟我姐姐要出去玩 他那時候就看到說 妳要出去 妳要去那個小流水潛水 那我也想去這樣子 我就沒有什麼回應他 結果他就剛好看到 人家密我那個 他就直接就涼紅 然後那時候 那一陣子就完全對我沒有信任 可是妳是不是也有點喜歡 那個跟你簽罪的男生 沒有 他不帥 不帥 不帥妳怎麼會答應跟他 我沒有回應他 因為我覺得說 就朋友就是禮尚往來 那我不想跟你去 那我就也不會回應你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覺得 雅蘭是真的很不爽 那個黃超明先生 我很不爽 不是 因為 連我都對妳有點反感 對 不是 妳們要有追尋 不是啦 我這個反感 不是真的討厭 是說妳那種細心的程度 會讓我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她 妳老婆應該有很大的壓力吧 真的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 莫名的自己會心悸 然後會有一點恐慌感 我知道 對 然後而且妳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 自己莫名其妙會一直咬牙齒 不咬得很用耶 沒有 現在她就咬碎了 可是妳的那個壓力 現在明明沒有什麼壓力 可是就是莫名 對 就一定是旁邊碎的人不 製造的氛圍 然後最後的答案 只好規矩在我們身上 因為她講 我全部都有這個症狀耶 妳長期相處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可能三個小孩 還有老公加起來 對 我都以為我蛀牙耶 結果後來醫生說 是我咬牙 咬太狠了 對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快要裂開了那種感覺 你就知道 所以讓你好好的抱怨 好 那我們要請昌明哥 聽一些 沒有聽 到時候戴上去是真的 我們是用那個 真空的 妳是聽不到的 哈囉 洪聖明先生 聽不到 妳這個窮雙鬼 我真的一樣 妳知道嗎 妳老婆 妳老婆不愛妳 我真的不愛妳 好像有曖昧的對象 OK 好 好 確定聽不到 好 我覺得 老公讓我壓力很大的是 因為女生都很喜歡有名牌包 那我覺得 我自己用我自己賺的錢 那我覺得 靠賞自己是OK的嗎 那我的閨蜜是賣二手名牌的 所以她有好的名牌包 便宜的 她就會跟我講 那我買的時候 我都要跟她報備 那如果 我就是不想跟她報備 因為我怕我跟她報備 她會一直又買 又買 然後呢 但是我又怕 因為妳知道 我的包包跪在那邊 她每天都會站在那邊看 我有幾個包包 對 然後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如果我有一個新的包包出現 她會出現 對 她就會說 妳什麼時候有這個包 我怎麼沒看過 細心的男人 我就很緊張 好恐怖喔 但是妳花妳自己的錢 對 我花我自己的錢 所以我必須得一直想 我要怎麼跟她解釋說 我有買那個包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真的 因為我覺得太划算了 我覺得沒買我好難過 然後後來我就買了 我就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我就把它放 就我有跟她講 我說我買了這個包 很划算什麼的 她說可以啊 妳買 那妳櫃子裡面的 妳要賣掉啊 什麼 對 管這麼多 妳知道 什麼是這種人啊 對 妳知道多恐怖 我的包包櫃就在那裡 然後呢 她就站這樣子 我就打開 然後就蹲在地上 我看我要賣哪一個包 我就捨不得 妳還真的等一下 然後她就站在我後面這樣 好可憐啊 我說 我訓導主任喔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 我想說 好可憐喔 妳為什麼忍下我整天啊 我自己的錢 為什麼我還要這樣子 而且小孩 就是妳在照顧啊 對啊 而且 那其實 感覺很可憐 我自己貼 真的 你為什麼 我看她的臉色 感覺真的 所以我好難過 然後我一直忍著眼淚 因為我就覺得我不能掉下 那每一個都是妳自己的寶貝啊 對啊 而且我賣掉就真的划不來 因為妳一定是虧錢賣嘛 對 那妳要買回來又買不回來了 所以我就會很難過 到底要賣哪一個去買 再買那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就蹲在那邊 然後很久 然後她就一直數落我 她說 我沒有看過妳背那個啊 妳那個賣掉好了 上面那個也是啊 她幫我選 她不是一直 可是我先生說她很疼妳嗎 沒有 她說 我很疼妳啊 妳可以買啊 但妳原來的要賣掉啊 為什麼 對啊 她就這樣 然後她說妳放不下 她說家裡太小了 包包貴就這樣 妳一直買一直買 怎麼放不下 妳有女兒嗎 有啊 妳就可以留給她嗎 對啊 我也是這樣講啊 可是她就說 她覺得浪費錢 然後我現在要賣包包 她又說 妳看 妳就是這樣子 買了不卑 現在又賣 浪費錢 貶值了 對 她就一直這樣子 每天都是這樣子 我說我每天都過了好多 很誇張一直盯著我 然後訓導主任啊 因為她 因為她的小孩都不理她 對 所以她是唯一能盯的人 只有她老婆 對 然後妳知道她真的很誇張 我每天要睡前 我真的覺得我壓力很大 她睡覺前她就說 刷牙了沒 我說 妳睡過了 還會沒 妳說妳睡過了 刷牙妳自己一直都會 為什麼不刷 對 我覺得我刷牙 我還要妳管嗎 那這樣會爆炸啊 對啊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回家 現在疫情嘛 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先洗手 她說 妳有用肥皂嗎 我的天啊 我沒有用肥皂 關妳什麼事啊 妳在家裡壓力好大喔 對 是不是小孩 她跟小孩講話 小孩已經完全不理她了 也不會 可是我小孩會聽 可是他們也是就是 這邊聽 這邊出去 然後就反正放空 可是妳會覺得有壓力進入 壓力很大 因為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做什麼事 她都把我當成小孩 那妳出門穿什麼 她會管嗎 會 會啊 妳知道我如果穿短裙 我曾經有一次 我非常地不開心 因為我換了衣服 然後穿完短裙之後 然後我就坐在床上 她直接講都不講 直接過來仙女裙子 幹嘛 等一下 妳還好嗎 沒有 妳還沒有 沒有禮貌 沒有 兩個先行是有不同的含義 一個是我不要妳穿這個出去 一個是我現在要跟你發生什麼 不是 第一個 不是 是第一個 不是 她是很沒禮貌 很沒有禮貌 她是很沒禮貌 就直接先看妳有沒有穿安全褲 對 她以前會問說 妳有沒有穿安全褲 然後問久了 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說 我沒穿 什麼都沒穿 我就會這樣跟她講 然後後來她都不問了 她就直接就降先 然後我那一天 我整個就很爆炸 我就會覺得 很不尊重妳 對啊 OK 我就覺得 就算我是妳老婆 妳也不能直接這樣 很沒禮貌 那妳有穿安全褲嗎 那天 我那天 那她會不會 所以妳覺得很沒禮貌 所以她先了之後 放我妳沒穿 她不是更氣 她就說 妳為什麼不穿安全褲 我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穿安全褲 然後她就說 妳想被人家看是不是 我說誰要跟老太婆啊 真的 真的 我這樣好笑喔 對啊 蔡明哥是不是 佔有預算滿強的 很強 她嗓你有沒有多帥 她平衡在管妳啊 對啊 會覺得 會覺得妳如果要管我 妳自己要打理妳好不好 以妳現在的狀態 妳去外面找小鮮肉 一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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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她一直找老頭 她管怎麼管啊 而且她 對 我就是 她腰圍34耶 對啊 我腰圍26耶 Oh my God 他什麼玩笑啊 但也來一點 妳有沒有真的是 一個是秘密 是有騙過蔡明哥的 比如說有小鮮肉 跟妳搭訕 妳沒跟她講 妳知道我很多小鮮肉 有時候我在外面 她就會直接跟我要電話 妳有留嗎 妳有留嗎 我沒有留 我怎麼可能留 我都幾歲了 有的時候就換個線紙 就是偶爾 我不行耶 因為我有精神潔癖 我不太行 但我覺得很爽啦 就會覺得很開心 那會跟蔡明哥講嗎 她如果惹毛我的時候 我就會跟她說 我也是有人要的 對 然後但是她百分 拜託 妳也很漂亮 可是我跟妳講 她百分之百的自信 她每次都跟我說 我告訴妳 如果妳不要我是妳的損失 她就會這樣跟我講 她說妳找不到 比我更愛妳的人了 她就這樣跟我講 那妳就試著離婚看看吧 妳這次怎麼速動啊 我給她反饋啊 速動快點講話 所以妳出於大概一天會有 至少兩個小鮮肉 跟妳搭訓嗎 不一定啦 如果我出去 譬如說我自己去逛街 就一定會有 妳把人生壓力最大 是都講出來了 我曾經有一次 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我被她羞辱 因為有一天我就跟我兒子 到了那個Outlet 就是運動用品店的Outlet 然後我兒子就說 媽媽 這些運動外套很好看 他說好適合妳 我現在梅亞都穿這一種 我說真的嗎 然後我就討 我就很好看 然後它原價是四千多 然後Outlet完之後兩千多 然後三件再打八折 剩一千多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兒子也有買嗎 我就想說那我也可以買一件這樣 然後我就跟她說 因為我準總她 我說爸爸 那我可以買這件外套嗎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 買不下去 有一點 我就在想說 怎麼這種 點問題出在哪 對 然後她就說 妳不覺得妳的衣服很多嗎 妳衣櫃還塞得下嗎 她說 然後我就說 只是一件運動外套 可是我運動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 我可以把之前的淘汰掉 她就說 妳買那麼多 妳真的 妳知不知道妳這樣都很浪費錢 妳要掛哪裡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 我心想說 好吧 那我說好 那算了 我不要買好了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 很難過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妳要不要買那件外套 妳穿起來真的很好看 然後我就說 真的喔 好玩 但妳幫我保起來 我就直接這樣拿獎 然後我老公的臉就是這樣 就直接這樣斜眼看我 然後就這樣 對 她說隨便妳 好啊 妳買啊 就這樣 對 然後我就忍住眼淚 然後我到車上的時候 我就真的忍不住 我就跟她說 爸爸 我說 一件一千多塊的外套 如果我今天買一萬多塊 十萬的 妳打我一巴掌 我都沒有關係 也不行了啦 不用打 妳不用打巴掌嘛 對 可是我覺得一千多塊而已 妳有需要 我怎麼還一直唸 會我這樣發脾氣嗎 然後後來她還是一直唸 然後臉就很難看 然後後來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說了一句很重的話 什麼 我說 我自己也有在賺錢 我為什麼要為了這一千多塊 看妳的臉色 哇 車上只有妳們兩個 還有我兒子 然後 因為我很怕我兒子會受傷 對啊 然後我就跟我兒子說 媽媽很抱歉 在妳面前吵架 對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我又把我耳朵捂起來 他也有戴耳罩嗎 對啊 所以這一定是你人生中 講過最重的話喔 對 這是我人生中講過最重的話 對 因為我卡 而且其實講真的 他說來說去 都是在講花錢的事 對 對 所以你還是 他給你最大的壓力 就是不讓你花錢啊 對啊 所以我就一直很 這也還好吧 好吧 就是很痛苦 我們等一下請昌明哥 把耳機拿下來 可以 好大聲 你怎麼會是最重的 侯昌明 這算就算 能不能來換別首歌啊 什麼時候都也都同一首歌 只有七次 可是我必須要講 你真的做人很糟糕 很糟糕 等一下 這今天的主題不是說 有什麼對方不知道 我怎麼看那肢體好像 一直在罵我抱怨 沒有 我是表情比較想到 很多事情是 你以為他沒有在意 可是他其實都偷哭耶 然後自尊心受傷 被你見他 剛剛現場講到 有一點反內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是這麼 而且你一天都晚在節目上說 亞蘭你怎麼樣受欺負 我為他出口氣怎麼樣 也不讀愛情的樣子 只有今天 這麼巧家拜見男人 到底說什麼 其實你應該都知道 好 把那個耳罩給那個 什麼 我現在都 我沒有辯解的機會 他說什麼 不是 因為你講的 也都差不多吧 就這樣 他還花錢啊 什麼之類的啊 是不是 但一定有一些 還是你有外遇過 外遇沒有啊 但一定要有 差一點 不是他 那跟亞蘭姐剛剛講有出入喔 所以你除了要講說他愛買東西 然後騙你價錢 還有你還要講說 其實你有愛上過別人嗎 如果有這種比較另類的 你現在是說我要講的內容 因為他剛剛有講一些 我覺得 你回去看重播你可能會嚇到 嚇到 所以 所以現在怎麼樣 沒有 因為如果你的很無聊的話 我就想要聽一下 另外一對夫妻的口號 我怎麼覺得好像他講完之後 你就覺得我這段可以直接 PASS掉了 因為你要講什麼 我大概心裡已經有個底了 有個底了 不然昌明哥還是抱怨一個 真的 你先講一個大概 我先聽聽看值不值得聽 我現在講嗎 他不用戴耳機喔 要啦 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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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確很好耶 應該不用戴吧 這個 你是不是可以猜得出來 他要講什麼 應該還好 瞞著你的事 你覺得他都沒有瞞著你 好 那就麻煩 沒關係 你講一兩次 我們試聽看看 試聽看看 天啊 因為他知道 這個人非常節儉 非常對錢很重視 是 對 那尤其是我們在剛結婚之前 那一年 要迎娶他的那一年喔 還沒迎娶喔 我錢被騙光 這講過了 講過對不對 這叫原由 所以那時候我跟他 已經有約法三章說 朋友來跟我借錢的 幹嘛的 有錢牽扯的 我通通都拒絕都推給他 然後但是後來 就是 就是有一個 我真的很好的麻吉 他是真的出了問題 那他會來跟我開口 代表問題很大條 那那麼大條 我覺得 那我們這 這麼好的兄弟 情義相挺的人 我說我真的要全部 不幫你 我真的過不去 是 那 那我真的就借他錢 那我借了他三十萬 然後三十萬我借出去 那我沒有告訴雅蘭 我也不敢講 然後後來他在戶頭上 他有看到 錢怎麼少了一堆這樣 那因為錢全部是我在管嘛 是 那我就把他推到說 沒有啦 最近那個股票比較隨一點 就賠了三十萬 我就用這個理由去糖塞掉 這是你們婚前發生的事 沒有… 就在這兩年 這兩年 借三十萬的事情 是這兩年發生的 然後他還相信你 他相信我 然後 但是我 到底我不敢讓他知道 其實是說借人家錢 而且這個錢其實是 我認為不容易討回來 所以你人生蠻顧他的事 大概就這一件吧 也不只 好 那因為這件 有沒有女生跟你換Line 還是說你在社交平台上 跟別人發生一些 女生換Line 那個都是正常的互動 我覺得沒有 多正常 譬如說因為我愛打球 那高爾夫的球場上面 多少有一些人會 譬如說換個愛 你有在打球 裡面不乏沒有 就是也有一些 年輕女生 也會有 那他知道嗎 他不知道 那你這很嚴重耶 沒有 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就視為真的只是打球 球友 大家要約 但我也不會去聯絡對方 那要約的時候 你怎麼會賴他吧 會啊 那你不可能直接會說 明天幾點要不要打球你 你會先寒暄啊 我真的就是這麼簡單耶 譬如說像這種姿色特好的 那我可能就說 最近怎麼樣 破百了沒有啊 什麼時候來約一下啊 所以他說破百了 你說很厲害耶 誰教你的什麼... 就可以聊下去了啊 但是我沒有想那麼多啊 我頂多就是問他說 那要不要什麼時候 約出來打打球啊 就這樣啊 這真的 你就是在搞外約 單獨嗎 我叫什麼 超嚴重的 打球一定是四個人啊 至少三個人一組啊 對啊 我不會一對一啊 而且打完球一定要一起吃飯啊 吃飯也是大家一起吃啊 也不會說我對他一個不會啊 不是啊 也不能因為聽他講完了 我根本不想他講什麼 我現在說 你比他更可怕 你精神已經出軌了 對 我可能講 我精神出軌了 等一下 你們自己說 怎麼都沒有出聲音 講話就 假借高爾夫人 是在那邊把妹 對 然後呢就是 要幫人家慶祝的時候 可以約人家去吃飯 不然我請你吃個飯 他說你破百了 不然你做一個慶功宴 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家都約了 當然都沒來 真的就知道我們兩個先吃 別的男生球友有問嗎 其實我在球場 我也不會去跟人家交換LINE耶 而且你會關心別人 有沒有破百嗎 通常都是要很熟的 對啊 他們破百跟我屁事啊 對啊 不是啊 可是 因為我們男生 你真的好噁喔 不是啊 不是啊 沒有 那人家女生主動說 我們來交換LINE 誰不知道我有老婆 對啊 那時候交換LINE 然後我們總不好說 可怕的就是 那有些人就不在意啊 那些女生不在乎你們老婆 對啊 就是要避嫌喔 還是要避嫌啊 不是 我是覺得 只是交換LINE 那一個正常的社交的互動 我覺得還好啊 你破百了沒 不是 那昌明哥這樣子好了 如果是雅安姐 她在那個外面運動 健身房的時候 有一個健身的補助說 你現在四十公 可以推到四十公斤 不錯啊 要不要換個LINE 妳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很怪啊 這個很一樣 怎麼會用這個很怪啊 所以她推不到四十公斤 所以覺得很怪嗎 不是 因為那四十公斤 會不會太重啊 不會太重 運動完一起去吃飯什麼的啊 沒有啊 因為她這個是一對一 一對一的那一種 你LINE 你在LINE的世界也是一對一啊 沒有啊 可是我們打球約 她不會是一對一打球 但是你私下跟她聊 有沒有破百就是一對一啊 是啊 但是是沒錯啊 所以你不但是一個 就是小器官 你還是一個色情狂 太厲害了 太嚴重了 好嚴重喔 太嚴重了 我的天啊 直接被破卡了 破卡了 直接被破卡了 我覺得你真的 我覺得我聽不下去了 什麼就是這樣 OK 拿下來了 好大聲喔 好緊張 等一下 我不得不說 妳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婆 真的喔 我也覺得 而且妳一心就是相信她 然後為她守住妳的一切 真的 而且我 她 妳知不知道她有做多可怕的事 真的 妳回去自己看播出 我現在講 我連講都講不出口 我真的很相信她耶 因為她每天都在LINE 我跟你講她一直假面好人 然後一直 假裝是一個熱愛某種事情的人 可是她用那件事情來 做了無數下流的事 真的假的 下流 好可怕喔 妳不要相信她說的 真的假的啦 我以為妳只對我下流 我心裡只有妳 所以 妳聽完妳有沒有覺得 她剛剛那一對很可怕 其實滿驚人的 就是 跟我以前認識的超明 都有點不太 我頂多覺得 她小細節儉 就差不多這樣 結果她竟然還以後 不打了沒有 沒有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妳真的在讓她摸魚自己看 好 對不起 可是妳自己有沒有 就是妳真的不敢 讓對方知道的事 對啊 隱瞞的是 艾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然後我其實很怕 我男朋友走到我的梳妝台 指著我的瓶瓶罐罐說 妳這一瓶到底花了多少錢 然後下一句就會問說 那妳擦這個有用嗎 然後我就會覺得 男生會 為什麼會管妳 我是要自己的錢買 貴姐嗎 她 對 然後其實就是 有一次我就被她問到 其實有一點點嘴軟 因為在 我那時候要出外景 在出外景前幾天 她就問我 說妳這個多少錢 這個有用嗎 我說其實不便宜 但是它是擦起來 可以白泡泡用一米 沒白的啊 然後 然後我就說 好 就我就出了外景 大概那天還是五天吧 我一回來 然後整個 這還很黑的耶 真的很黑耶 完全兩個顏色 我直接黑了兩個色階 我回來被我男朋友 就是噹到不行 所以那時候心情不是很好 然後其實我化妝師 好像有看出來 這些一點點的端倪 她就說 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就跟她講 她就說 妳為什麼不早一點問我 她就從她包包拿出了一個 美白精華 她就說 妳聽我的話 早上擦 晚上擦 連續兩個禮拜 妳認真擦它 妳真的就會 以前妳用變黑 用不了的那個粉底液有沒有 白 西色全部可以拿回來用 哎唷 對 我都想 真的這麼厲害嗎 我認真擦了兩個禮拜 真的擦回來了 我今天有帶來跟大家一起 好 好 就是這個 我覺得非常有效果的 它就是 衛星美白精華 就是X 衛星 好酷的名字 這名字其實滿酷 而且它就像那個衛星 然後環繞著地球一樣 你擦了它 你就是360度 它會幫你做了一個 防護罩 是 然後防護罩 它就可以全面性的圍堵 就是外在環境 對你皮膚的一些傷害跟進行 所以它是防曬還是說讓妳美白 美白 然後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 奇怪用了 好像之前的美白產品都沒有感覺 對 像是我就是比較 就是歐巴大那一種 所以我用很多美白的產品 可是我都覺得沒有什麼用啊 對 其實如果你用了美白產品沒有用 就表示其實妳的 美白機制其實沒有做得很完善 那這個美白精華呢 它其實有一個非常完善的美白機制 其實分成四個階段 四個步驟啦 第一個呢就是 舒緩 因為它裡面有添加 西太平洋植物 卡巴萃取 所以我們曬完太陽之後 其實像鼻梁 顴骨這些比較凸出來的地方 這邊我最怕 會紅紅的 會長斑 對 然後會不舒服對不對 所以它第一個階段就是因為 它添加了這個卡巴萃取 所以它可以舒緩你曬後 你臉的不適感 首先先舒緩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階段就是 阻斷 它裡面添加了 胃腹部公告最有效的美白成分 傳明酸 然後它裡面添加的 真的頂標喔 3% 已經加到最多最滿了 然後因為傳明酸它這個特性就是 它可以有效的阻斷那個 黑色素 或是色素斑 會讓你暗沉的那個狀況發生 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幫你做代謝 其實有些已經成型的那個斑啊 它斑的成型是先從你的肌膚底層 長斑了 然後它會一層一層 往你的肌膚表層往上推 等到肌膚表層 啊 長斑了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加速這個 往外推的過程 所以它裡面其實添加了那個 法國非常珍貴的植萃配方 就是讓你加速這個代謝的過程 不會讓它跑出來 是要讓它快一點跑出來 你想說我為什麼要快一點跑出來 就要第四個階段就是 還原 它因為它裡頭也添加了一個 胃腹部公告非常有效的美白成分 以及維他命C 那這個以及維他命C呢 它就是有效可以讓你消除 淡化這些黑色素跟斑點 那你是不是剛剛 快快快快把它全部推出來的東西 以及維他命C再給它抹上去 直接就是要幫你淡斑 就幫你消除 對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它還添加了很多國際大廠牌 會添加的阿爾貝斯三氣色花 那它其實就可以讓你的 美白的整個工序 就是事半功倍 這一瓶好豐富喔 對 很滿 它幫你添加到最滿 對啊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就是 認真用了兩個禮拜 真的 你看 這是我原本喔 原本 哇 超級明顯 兩個禮拜 超級好明顯 而且我跟你講 甚至是早上擦 晚上擦 就是兩個禮拜直接就是 我剛剛講 原本不能用那個 白皙色的粉底全部拿回來用了 很多人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用了會有點刺激的感覺 對 不舒服的感覺 對 精華音 對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它裡面添加了乳油木果 以及直脆的抗米成分 所以它在幫你美白的整個過程當中 還可以幫你保濕 還可以幫你潤澤 所以擦在臉上 你不會很黏 不會很厚重的感覺 對 都不會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 看一下它的這個質地 它是白色的喔 對 對 很水耶 對 很水 它的流動性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實擦在臉上 就不會有任何負擔的感覺 然後其實這樣輕輕推開 它延展性很好 只要一管 你就可以擦全臉 甚至還可以延伸到脖子這邊 真的超保濕耶 非常非常好用 它真的很好推開 真的很好用耶 其實美白不是只有夏天才需要 就是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做好美白 而且擦了這個美白精華 白天更要做好防曬 然後我今天有帶了一個 大家應該會覺得 滿驚人的實驗給大家看 OK 對 這個是鹽酒 然後這個是非常乾淨 面膜布 我直接是這樣噴 臉都黑了耶 對 還會掉耶 這麼多喔 你等一下弄不下來就很尷尬喔 絕對不可能 我等一下就實驗給大家看 它已經吸飽了耶 好黑了 它會不會這個黑嗎 這個再敷在臉上 我直接試驗給大家看 妳有發現我滴過的地方 它就還原了 妳是怎麼滴白的啊 全部沒了 真的耶 好扯喔 所以我說它是不是 美白保證班 有這麼厲害 好像立刻白喔 不可能啦 妳要不要試試看 滴到哪 微覆到哪 這是原理 妳不知道對不對 其實呢 還是說出去玩的時候 先噴點酒在臉上 不是 玩一下它太低 就會超白 不是也不用 怎麼會這樣子 對 你看低到哪 還原到哪 其實它這個原理就是 你的點酒 只要碰到濃度高的 以及維他命C 它就會 就像我剛剛講的第四階段 它就會幫你還原 還原本面膜的臉 對啊 那我剛剛講的 就是叫大家一定要做防曬 如果這個時候 防曬你有在做足的話 你真的不怕了 你看如果現在 已經回復了對不對 還要再噴 幹嘛 上不去 進不去 上不去 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 是不是阻斷了 阻斷了 Oh my God 所以你擦了它 你真的就 防曬做足 你就真的什麼都不用再怕了 對 真的很厲害 然後這個其實 你要如果你想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上網搜尋 關鍵字 衛星美白精華 EX 其實就可以找得到它了 對 你知道 有了它之後 我再也不怕我男朋友來那個 我的梳妝台 這個多少錢 你這個有用嗎 我就直接拿給他說 這個超級有用 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你就知道有用 對 我們看到白了 而且還發料 對 所以這是 這個真的就是美白保證班 就是推薦給大家 厲害的推薦 好厲害喔 要到下一組了 誰已經受不了想 講述不能說的秘密 好 我先 你有很多事要講是不是 對 我有很多事要講 你有那麼急嗎 他一直主動舉手 受不了 因為平常沒有速度可以講 我們不是講老公會話 像這樣 你蠻著他的秘密 對啊 對啊 不是會話 我蠻這麼多 好 我要講的秘密就是 就是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我有問大家說 如果要來參加我們的婚禮的時候 我說 有人要的話我就發 發一遍 然後就在FB上面問大家這樣子 然後就之前有個追求我的男生 跟他同時間 所以他知道嗎 他不知道 然後我 他不知道 精采的 他就說 他就說他 他說他想要來 他說他知道我很喜歡香檳 因為他剛好是 那一間香檳的就是業務 我喜歡巴黎之花 那一支香檳 你知道 我也喜歡 你知道那一支有多貴嗎 他一次帶三支之外 還帶了其他的小花 因為還有 對 然後就 為什麼會不跟他在一起呢 然後 為什麼會不跟他在一起呢 怎麼會 你知道他 付出很多耶 他一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是 他是大行李箱耶 不要這樣一打開 我嚇到 我說的 所以他有來喜歡妳 婚禮現場 有啊 他說他要來啊 我們怎麼要帶香檳來啊 他當時還在喜歡妳嗎 我不知道他喜歡我 但是是他追過妳 但是沒追到 同時 同時 但是我選擇 但是我選擇 妳為什麼會選擇他啊 因為他住台中太遠了 只是因為他 太遠了 太遠了 這好笨啊 不是 台中太遠了 是因為 是因為你 而且我跟你講 那男生呢 那男生呢 又比他年輕 然後身材又練得很好 因為他之前是 照顧的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 等一下 妳會比他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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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老公帥嗎 那如果他為了 妳搬上來咧 我覺得是 我覺得妳會喜歡的那一型 因為它是白白 靜靜的 然後是 單眼皮 對 然後是比較大一點的 單眼皮 不錯 大單眼 許光翰那型嗎 沒有跟許光翰這樣比啦 但是它是非常乾淨 然後很 我覺得還 就是拿牛小身 但是它是有練身體 又重 身材很高 所以妳當時選擇 不選擇他 只是因為他在 太遠了 太遠了 然後因為妳老公住台北 只是因為這樣 對啊 因為就很近啊 我的天啊 我跟妳講 世傑 我跟妳講 這是如何過 妳看喔 妳看 妳現在呢 妳看追妳的人這麼多 妳現在在外面喝酒 然後可能 可能覺得妳很累啊 或是突然想要有一個人的時候 妳在哪裡 我在台中 怎麼趕得過 妳如果不可以為妳改變嗎 沒有 我跟妳一天開始了 不是 然後我就 我問 有一天我就 因為喝完喜酒 續攤 然後全部人都有男朋友 然後我就找這麼多人 所以我們又一個男生來接我 然後我們去前櫃KTV 我就想說 應該只有他最有空 然後就說 我在前櫃 妳說妳老公 對 然後我說我在前櫃 妳要不要 我說妳過來 等一下送我回家 她說 什麼 五分鐘 我以為 想說他該不會就這麼巧 在別的包廂 沒有 他剛好離那個前櫃 五分鐘 然後他們家就是離那個前櫃 五分鐘 我會覺得天啊 就當我需要妳的時候 妳可以立馬 所以妳這個人很KTV 位置是不是 不是 妳只是需要妳的住KTV 妳很近的男生 我需要 五分鐘我喝酒也可以回家 天啊 不是 我需要他的時候 我現在我就是需要他在我前面 妳如果當時選擇 另外一個 妳現在可以用香檳泡澡 對 沒有 剛好 然後他就帶了 反正他就是 anyway他就帶了一箱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 講我老公就進來新加坡 他說 這是妳愛的 妳愛的箱子 她還替妳開心 對 她很替我開心 他說妳朋友怎麼這麼好 我說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們在送客的時候 他就看到我朋友 他說 來 來…他就把新郎 就是我們不是宴客 就是要送客的時候 不是會跟合照 他就把那個位置讓給人家 他就鼻子在這邊 然後他說 那台叫攝影師說 幫他們兩個要拍照 我心裡想說 他根本不知道你們兩個之間的事 不知道 然後心裡想說 我說 天啊 他如果知道 他一定會恨他現在的這個舉動 所以他到現在都還不知道 這件事嗎 不知道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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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臉很猛喔 如果讓他知道他會怎麼樣 妳覺得他會怎麼樣 吃掉都OK 我覺得他會很後悔 回他當初的那個情緒 他會對我怎麼樣 雖然那是你們結婚的時候 可是他現在聽了 還是會生氣吧 他就會有點不爽 他可能以後就不要讓我買 那個巴黎之花 你真的這故事實在太狠了耶 嗯 可是不是我 是他自己讓位的好嗎 不是 你沒有跟他講啊 你沒有讓他知道這件事情啊 我就只是曖昧 我們又沒有幹嘛 不是 你說你 他們兩個同時追你 你選擇你老公 只是因為他在台北 而又不是只有他們兩個 還有他每個每個交代 沒有 還有 有追過我的那天都來 講聲 真的啊 我跟你說真的 那你老公都是 他們是同一桌嗎 就他就是 剛剛好就是這麼巧 就是我 我老公跟我的朋友 其實都是很多的共同朋友 所以 所以一來其實大家都 都有認識 所以你跟我講一個 你老公所有的動作快 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出現 還有住台北很方便之外 你愛他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他 很專情 對我很好 那你們私底下 是有一起喝過巴黎之花的嗎 有 我生日的時候 他還送我巴黎 巴黎那個 巴黎私家 對 那同時其實你不是說 然後你老公也在追你 那你生日的時候 你老公是怎麼表示的 當天 因為 我前一天是 跟著男生過 然後後面我就要 跟著男生過 太厲害了 然後後面就要緊張來我們家 然後只是 只是我跟我媽吃飯 然後他連一束花來 都沒有帶來 那怎麼會學他啊 傻眼 所以沒有就是 我後面就沒有學 怎麼樣理他嘛 後面根本沒有什麼要理他 那只是因為當天 我覺得很寂寞 我就覺得 我就是 我只是覺得 大家都有男朋友 我覺得我只是想要找一個人 然後趕快給我在面前 所以你會駕馭他 就是因為那五分鐘之內 他出現了 因為參加喜宴 其實是很容易感受到那種 就是 幸福氛圍 對 然後大家很穩定的關係 就是我會覺得 我一年多 還沒有那種很穩定的關係 那我會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往那方向走 所以我現在找的人 我是不是要找一個 很穩定 可以跟我長久下去 可是這是不是很有無聊 對 真的 好可憐喔 我不是要 我好可憐喔 我隨時我就會說 我說天啊 我有時候就是 我可能喝醉酒啊 弄傷了他 我說拜託你 你修了我吧 他說 不可能 他看到這一集 他真的修了你啊 他不會修了我 他就是很困擾 他一直不修了他 對 他就是 可是他看了這一集 講的這個內容 可是他如果真的看完這一集 然後說我們離婚吧 你會開心嗎 我跟你講 巴黎之花就送到你前面 謝謝你 不要亂講啦 謝謝 喂 不要亂講啦 真的 你們真的不是只有我 所以我跟妳講 有什麼奇怪的問題 我們是次分離又加以為了 我會 好可憐喔 OK 我們 我們 不要亂講 太轻了耶 好可憐喔 我們只想要跟你說一聲 你好可愛喔 你們的婚姻一定會 長長久久 謝謝四位 這樣給我一個叫到 不是這樣講嗎 快了 能說出來 我把你覺得四首 因為他講的 一定是無聊到包吵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 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